现在电动滑板越来越受到年轻人的追捧了 在去年6月份小米众筹又开始推出新的产品就是电动滑板 作为现在的年轻人越来越对户外运动所感兴趣了 而且越玩越有意思 现在请跟随我一起来探索和了解这一款有意思的电动滑板吧 这款名为Acting的智能电动滑板 在2013年的时候在美国进行技术的研发 让它的硬件处理得更加聪明 小米在这款产品里面加入了新的技术 那就是后置电机OS的回收模块 当你在刹车的的时候 它会让你的制动效果处理得更出色 进行大大的减少你的刹车 距离让你的安全得到更好的保障 三种模式三种不同的体验 新手模式小程模式达人模式 这样的话可以照顾到三种不同的人群 不管你是刚刚接触还是接触的一段时间 都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上手 随着模式的升级 你相对应的速度也是不断的提升 新手模式是将速度控制在8000米左右 而小程模式达到了12000米 然而达人模式可以达到22.5千米 在动力方面 Async是运用的直流无刷轮骨电机 用的是单轮驱动的方式来进行驱动 为了保持更稳定的动力输出 单轮的输出功率达到了500 W内置了智能芯片 绝对不会让你东跑西偏的 另外它还可以面对15%的陡坡 不过小编对它的电量还是比较担心的 回头别爬了500兆的坡没有了电 那就真的很尴尬了 如果按照其共享单车 15000米每小时计算 那达人模式整整是它的1.5倍 远远的可以甩它一条肩 还要审码自行车 整体的机身采用的航空旅家进口风物板结合 可以大大的降低整体的重量 整体的重量在5000克 携带起来还是比较轻 乘坐交通工具还是比较方便